这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他是高雄市的某间国小张信校长 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被检举涉嫌偷拍 那高雄地检署搜索他的亲友的住处 还有他的学校办公室等地方 就查扣了明确偷拍的画面等试证 而且还发现这名校长 他不只是在学校办公室有偷拍的嫌疑 他居然还装了针孔摄影机 在他朋友家的浴室啊客厅房间等等 要来偷拍他的朋友的未成年女儿 还有他的包妹的私密影像 而且发现试证是高达11次 因此检察官贞结是依照违反儿童 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 还有妨碍秘密罪将这名校长起诉 现在却又传出来说 接任的新校长居然在校长的办公室里面 发现插座里面居然还藏有随身碟 因此法官现在认为这名张信校长 隐匿相关证据决定裁定续压两个月 男子装针孔偷拍朋友女儿洗澡 还把随身碟藏在办公室 这样的二郎竟是国小校长 高雄市正名张信校长 今年四月被检举偷拍 高雄地检署发现 他在朋友家浴室等处 偷装多台针孔摄影机 切入朋友的未成年女儿私密性影像 连朋友的妹妹也不放过 偷拍高达11次 检察官六月依违反儿哨性剥削等罪 将张信校长起诉并积压 而这整起案件其实是非常的诡异 其中那个廖姓女子 她在追逐间打电话报案 而郑姓副驾驶呢 则是在车上打电话求助 而随后这两个人就发生车祸死亡了 目前全案转为刑案侦办当中 而检方也证实 全案是因为债务纠纷 而引发了飞车追逐恋货 国道一号南下237.5公里处 日前发生三死亿伤车祸 不仅死者廖女的家属说 廖女曾报案遭B车 现在同车死者这男的同事也说 他曾打电话说 有人在追我 回顾案情 当时廖女驾驶银色轿车 载着正男与一辆黑色轿车 发生追撞 廖女正男与黑车驾驶肖男 伤重不治 廖女家属表示 疑似是两车追逐恋货 且廖女在追逐当下 也曾报案遭B车 昨日正男的同事更说 追逐当下他曾打电话 向同事求救 同事还建议他开到休息站 不料电话还没讲完 就听到碰撞巨响 正男的同居人也表示 不认识同车的廖女 我就是初次上天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廖小姐 我完全都不知道 她是做什么的 她是做那个开车子 载客人的 因为她在外面的朋友 我也不是很知道 她说不定是客人 还是怎么样 那些我都不清楚 由于整起案件 疑点重重 全案转列为刑案 侦办当中 警方已联系家属 还原事发过程 详细案情仍在调查理清 对 再来关心 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黄绍庭 他疑似是涉嫌 福报助理费 那高雄检调呢 今天就前往 黄绍庭的住处 还有服务处来搜索 目前搜索的行动 仍在进行当中 而究竟搜索了多少地方 涉及的金额有多少 其实检方都还不愿意证实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插播 没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嘉义市四连霸的这名武党籍的市议员黛宁 他日前呢被控说 他这个涉嫌诈领助理费 那在一审的时候 他是被判十年六个月 没收了431万多元的不法所得 那弹宁呢 是因此上诉二审 台南高分院在25日开庭审理的时候呢 弹宁是一改之前的这个无罪声明 他声泪俱下表示说自己是愿意认罪 愿意承担责任 而且他坦诚说自己知道 有些助理的确只是挂名 而且呢 他还表示自己愿意在年底之前 缴回这431万元的不法所得 台南高分院传唤戴宁的胞弟 以证人身份出庭 他说曾经担任八戒的议员爸爸戴建三 因为2005年涉及会选被判有罪 才以亲情的压力逼姐姐戴宁 从台北回家议结榜参选 而姐姐原本不愿意放弃 在台北打拼多年的努力成果 但最后在2008年父亲下最后通牒 并且扬言断绝妇女关系之下 姐姐才被迫回到嘉义参选 但妮说他在父亲服务处内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而他当选议员之后 都有父亲全权做主 当时他对如何雇佣助理都不清楚 因为这些都是父亲在处理 当时他知道有些助理是挂名的 而这部分他的弟弟也已经说明了 但他身为议员也有责任 他愿意承担责任 但妮说他有跟律师讨论 愿意缴回一审法官认定的 不法所得431万多元 但因为这笔钱对他而言并非小数目 希望法官可以宽限他 在今年12月底之前缴回这笔钱 民进党昨天召开了中常会 党团总裁柯建民就报告了国会的近况 还有总预算案被退回的事情 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就做出了三点财势 表示说在现在的情势下 民进党必须要团结应对 新国会冲突不断 根据转述民进党中常会中 柯建民提到立院开议当天 民众党黄国昌要NCC委员离场 以及总预算案被退回的事情 而赖清德随即提出了三点重要宣示 在现在的情况下 本党必须要团结应对 尤其立法院党团第一线 要求党团遵守三项团结作为 第一党团会议召开时 成员必须要全员到场全程参加 第二是程序委员会 委员会 院会等会议 所有的党团成员都要全情参与 最后则是要全面服从党团的指挥 贯彻团结的精神 大陆国台办在25日的时候 召开了例行的记者会 那他们的发言人朱凤莲 在记者会上就提到说 这个福夏高铁啊 现在已经建到离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了 距离台湾岛只有200公里 他还说相信呢在两岸同胞的努力之下呢 这200公里的距离将会清零 到时候两岸民众坐着高铁过海峡的梦想就会实现 大陆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铁路网 铁路总里程突破了16万公里 其中高铁有4.6万公里 台湾同胞可以搭乘高铁体验日行千里的便捷旅行 我们热忱的欢迎台湾同胞来搭高铁 看美景品美食交朋友 那值得一提的是 浮下高铁呢已经建到了离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 离台湾岛只有200公里 相信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这200公里的距离会清零 两岸同胞趁着高铁过海峡的梦想会实现 再来关心长荣集团的遗嘱之争是持续的延烧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呢 他日前又再度提告了遗嘱执行人背信罪 而长荣集团也发声明说你张国伟不要太得寸进尺了 而张国伟他昨天出席活动的时候受访也谈到这件事情 他就说遗产拿不到就拿不到 只是这件事情就会没完没了 还是老话一句赶快处理完就好 张国伟表示遗产是家族个人的事情 跟新宇航空没有关系 只是要拿回父亲给他的遗产 不懂为什么不愿意给霸占在那里 还被说是得寸进尺 基本上已经确定遗产是正确的 还是老话一句赶快处理完就好 张国伟也说他从头到尾想法都一样 大家依法行事就好 拖拖拉拉讲一大堆也没有意义 也已经表达过善意了 毕竟大家都是兄弟 也不用去琢磨太多 一切都是尊重 也依照特流分的比例来分配就好